典型性的保存跟風格是一定要確保的 以上 好 謝謝 還有沒有委員要表達一件 好 請你們這個 蔡江教授來說明一下 好 謝謝委員的指證 過程中其實我們眼裡了好多 好多種方向的在利用的模式 包含國業的場地 還有相關的更具公益價值的在利用模式 後來國發會的內部 他們是希望以地方創生事業 基本上現在後面有一些招商的 換言之有PCM的廠商 已經在對地方創生進行相關的規劃 原則上是會以各縣市 有點像日本的都府道縣 他們每一個縣市在譬如說一年會有幾檔 幾檔的跟地方產業有關的這些產品也好 或是相關的創新的事業也好 會在這邊用策展的方式進入 然後來做後續的使用 目前應該是會以朝向單一的管理為主 也就是不會是五個標 然後五棟各別去分 所以那個總體性 委員們所注意的空間的那個總體性 整體的保護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個地方創生的定位的這些內容 基本上在會裡頭有經過多次的討論 所以在規劃報告書後面我在做調研的再利用的時候 基本上就朝著政策目標去做相關的整理 不過也的確要保留一些彈性 也說這個政策如果說未來最適合基地 不是在這裡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再利用 事實上我們也有一些備案 然後能夠提供國發會後續來做參考 接委員的指證 好 謝謝 那我們就來填這個審議單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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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個冷暗地質建築美元宿舍區 修復再利用計畫的審查 出席為17位 17位當中16位同意 1位不同意 所以答過半數 本案決議同意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我們進行下一案 審議案是按由歷史建築南京西路二三九項十四號電屋 變更名稱及登入旅遊審議案 辦理行程一 南京西路二三九項十四號電屋 於107年2月13日公報為歷史建築 108年4月18片更公報新增 遠天井一至四樓增進空間 納入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辦理行程二 暗示108年2月1日本省議會第11四次會議審議本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依所有全人所提書面意見 其更改歷史建築名稱 本省議會請所有全人提出新市政再做討論 依所有全人書面資料 本居於108年4月1日 召開歷史建築名稱及登入旅遊變更審查會議 結論同意名稱變更及登入旅遊變更 後續續送本省議會審議參考 委員意見摘要 一 蔡氏由本建築主動申請登入歷史建築 原登入名稱為較中性的地址 但蔡氏有意永久保留 提出以當年最具意義的建成尼龍布含為名 真具意義 二 文化資產在調查研究修復在六時 常因新史料出現而修正名稱及登入理由 本案應可詢 尋例做分證 三 登入旅遊同意 成立建成尼龍有限公司相關敘述 四 寄望日後再利用英語本地史建築 登入旅遊相符 一 請同意變更歷史建築 南京西路二三九項十四號電屋名稱及登入理由 一 名稱建成尼龍布含 二 同類宅地 三 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二三九項十四號 四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地號 立時建築本體為南京西路二三九項十四號建築 建築本體及原天井一至四樓增建空間 建築為大同區敵化段三小段六零六建號 一至四樓增建面積為八十億平方公尺 建築坐入土地為大同區敵化段三小段四五零地號 實際保存面積區域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入旅遊及其法令依據 建築為一九五零年代電屋位於六環街尾商圈範圍 建政六環街尾商圈部莊皆知發展歷史 現屋主於民國六零年代遷入並成立建成民樓有限公司 二 建築為電庫與住宅混合式建築 模實質地平造型樓梯及天花板均保留原貌 二 攀木製大門一至五樓其余悶窗亦保留完整 為可建資歷史元素未來修復立可再利用 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入費時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登入基準 原請確定有沒有預算這個ions 國安制過去來提請本市審議 Bunun提起駕存審議 並到省議決議辦理後續 였습니다. 與龍威的作品沒有對立法 樣子及和紅實力的授權 名稱我個人沒有意見 但是那個略別 它原來是宅地 但現在它是用這個 金融行 所以這個應該把它略別改成 商店 因為它知道文化的 是細節裡面 第二條是商店的名稱 好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好 如果沒有其他 請問一下 剛剛那個登錄理由裡面的基因 我們那個 我目前進步的那個 那個年代 應該是五年代 我當初寫的是七月六年代 所以要改成五年代 所以 所以 五年代變六年 剛剛是民國六年代 改成民國五年代 好 原來是六年 才變五年 1990是六年代 1950是六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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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寫的 上去就寫著民國五十五年代 還好有看到 1950 1950是六年代 1950是六年代 他應該是1960年代 其實他心裡指的是 1960年代 那就是民國五十五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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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戴 對 確定 確定 憲夫主 憲夫主於民國五十六年簽 好 這樣是通 因為他1950年代 就已經 蓋了 1950年 四十幾年 民國三十九年 等三十九年 要-1911 所以三十九年 就 就完整 那你們到五十年一簽 這樣是合理的 各位有沒有一件 是 三十年 那來請 既然已經知道哪一年新結完成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直接寫說 本建物可以建於哪一年代 你知道嗎 就不要寫什麼 1950年代 他有沒有可以可考究的 什麼車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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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 建屋建有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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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建議是不是 要用西元就一起用西元 要民國就一起 不然每一個人看前面後面 我們還要心算一下 那這不是很怪嗎 民國不六年前路 民國14年 建屋建你民國14年 好不好 就把它 對 好 可以 謝謝 這也提醒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請大家填這個單子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 確認一下 首先就是主要是 是否同意 或是否同意 豬 ру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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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en 好 謝謝各位委員 我們出席委員17位 本案有關南京7路239項14號變故 變更名稱的都市民主的審議案 出席委員16位同意 一位不同意 所以本案決議同意變更歷史建築 南京7路239項14號變故名稱總類及登陸以後 名稱總類及登陸以後 好 下一位 吃雨薪一毛一 有沒有臨時公議 好 如果沒有臨時公議 我們就再謝謝我們的張偉緣 可以收到其實兩個人這樣 好 那今天的會議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委員三會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